近期美国海岸警卫队船7级国土安全舰斯特拉顿号 一直在我国黄海和南海海域活动 但这艘美国海警船并不孤单 在美国国防部最新公布的照片中 该舰的不远处就是中国的万吨级海警船 这张最新公开的照片设于10月6日 当时斯特拉顿号正在中国黄海海域执行任务 并派出了一艘巡逻快艇 照片中不远处就是 弦号2901的中国海警船 弦号2901的海警船 是目前中国海警装备的最大执法船 也是我国第一艘排水量 突破1万吨的海警船 于2015年年底交付 在2901号海警船入列之前 世界最大的海警巡逻船 是日本海上保安厅装备的9000吨级的 丘金舟号与福岛号相比之下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斯特拉顿号的排水量 只有4500吨 还不到2901船的一半 据此前的公开报道 海警2901船配备76毫米速射舰炮 两门副炮以及二艇高射机枪 航速高达25节 不论是续航力、耐冲撞性能、释航性、速度各方面都对 周边国家海上执法船具备较大优势 近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执法船只频繁出现在中国周边 触手越来越长 逐渐成为替代美国海军的对外干涉工具 自今年1月起 美海岸警卫队在西太平洋部署了第一艘巡逻舰 伯索夫号在3月还首次穿越台湾海峡 据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10月22日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卡尔·舒尔茨 21日公开表示 美海岸警卫队计划增加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 未来可能代替美国海军执行航行自由行动 报道称 舒尔茨证实通过近期从美国本土到南太平洋萨摩亚的爱家行动 美国海岸警卫队已经成功验证新型前沿兵力部署概念 即由一艘母舰搭载小型巡逻艇出行 执行为期30天的远征行动 这样做有助于提高海岸警卫队的远征能力 扩大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前沿 存在和兵力部署 复旦大学海权研究专家杨震告诉环球时报 美国海岸警卫队 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 应当在美国领水 专属经济区和公海行使执法职能 但南海海域既不是美国近海 也不是无主的公海 美国海岸警卫队千里迢迢跑到南海执法 实际是以执法船的掩护身份 弥补美海军兵力不足 本质上还是对中国海上主权的挑衅和侵犯 更是对国际海洋秩序 以及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冲击 这种所谓柔性干预方式 仍是美国海上霸权行径的翻版 对于这种换汤不换药的长臂管辖 中国海洋执法部门需要做好兵来降党 水来土掩的应对准备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